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這些非典型人力 他其實面對到最大的狀況就是一年一併的問題 一年一併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跟你這個勞工簽訂一年一次的計月 照理來說 你這個勞工應該就是短期的 短期的工作 或是季節性的工作 所以我們約滿了 那我就沒有這個業務的需求 我就會把你約滿了就不續聘 但是現在政府的狀態是什麼 政府他用所謂一年一聘這樣子的制度 來聘付勞工 但是實際上這些所謂短期的人力 在政府裡頭是長期的被使用 最大通的就是剛剛提到的 約聘部人員跟臨時人員 這些人他還是一年一聘 但是實際上他在政府裡面 服務了十幾二十年 那最後這樣子他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這些一年一聘的人 他其實在整個職場裡面 是沒有工作安全的保障 如果說我真的是屬於臨時性的工作 那我工作做完我就走了 那可能影響不大 但是我這個一年一聘的制度 我在職場裡面工作了十年 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 那這會導致一個問題 我隨時會擔心 我明年會不會沒有工作 那如果我在職場上面 遇到大理 或者遇到勞動條件 我不滿意 或是遇到各種的 職場上面會出現的 勞食爭議狀況 那我在現行的 聘務制度下面 我完全不敢去反應 那個 勞記法開始之後 我們有退休金 我們退休金呢 大概發給我們幾年 就是給我們一個 意思交代一下 那其他的二十年就 就無一面不顧就不管了 也不給我們啦 不曉得誰會去了 也不知道 那個 不休假獎金啊 任何福利都沒有 我們就這樣子過來 我以前有些誰會 誰會 我以前有些誰會 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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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有在台灣最大的大學 國科會 當過 對 對 當過研究助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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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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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會進去是因為身心障礙保障法裡面的定位進去的 我覺得用這個理詞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理詞政府在用平時月屁來 來迴避定額金融的發展 請問! 是嗎? 可以吧 糟糟糟糟糟糟糟糕 好唷